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寶可夢珠子的攻略 相信大家在解圖鍵閃幅的時候 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收集索財靈的硬幣 我們的索財靈硬幣要收集到999個硬幣 他才可以進化喔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反正我跟別人借來這個賽富豪開圖就好了嘛 NONONO 各位 那是因為你們不知道這個進化過後的索財靈他有多強啊 上次我們介紹過這個鐵壁榜一招秒泰金寶可夢的故事對吧 這個一招秒泰金寶可夢這件事情索財靈的進化賽富豪他一樣做得到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會先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索財靈快速收集硬幣的方法 再來我會跟大家介紹索財靈這隻寶可夢他的厲害之處 最後我會把這隻拿去打太金化示範一下一拳超人的隊伍給大家看 有興趣的朋友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一樣啊影片開始前啊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也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囉 Let go 首先要收集索財靈的硬幣就需要去找索財靈嘛 索財靈他有兩種形態 分別是寶箱形態跟徒步形態 寶箱形態呢只要你去捕捉啊或是打死 我自己大部分啊拿到就是50左右的硬幣 當然有時候會多一點或少一點 徒步形態的話呢我們只要去點他不需要進入戰鬥 通常我拿到呢大概是1到5個硬幣左右喔 那收集索財靈的重點呢就要先去收集這種寶箱形態呀 全地圖呢總共有24個寶箱形態的點 一個50的話呢那其實你很快24個點跑完你就可以收集完999個了 寶箱大部分呢是位於瞭望台的頂部喔或是一些遺跡 這邊呢我直接把所有寶箱位置標給大家看啦 這樣大家應該會比較好找 不過呢這邊網上有人說這些點的寶箱啊會在換日後刷新啦 但我從來是沒看過他們刷新啦 也可能是我臉太黑也不一定 那等等呢我從北順時針讓大家看看這些寶箱的位置在哪裡吧 好 就你了解了嗎 那還可以把東西還說 那現在我知道 小的東西還可以把它打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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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看完我們的寶箱位置之後呢 我們蒐集了999個硬幣 這時候我們只要把這個索材琳娜帶在身上 讓他升一等 他就會自動進化成我們的賽富好了 哇 各位可以看到啊 這個賽富豪真的是一個富豪啊 全身都是由金子去打造的 他在走動的時候呢 腳下還會自動升成這個金幣潮的衝浪板 實在是非常的高調 更有趣的是啊 他有一個招式喔 那就是這個叫做韜金潮的招式 他是一個威力120的鋼屬性特攻招式啊 各位可以看到啊 他會直接一個大撒幣啊 呵呵 非常的欠強喔 不過實際上我們還真的能撐到他那個錢 只要你戰鬥使用這一招呢 戰鬥結束你就可以自動獲得2500的金幣喔 雖然說沒有很多啦 但是就是非常搞笑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他種族值那些是怎麼樣吧 首先他的特性啊 這個黃金之驅 這個特性真的還算是蠻猛的喔 不會受到任何變化類招式的攻擊 代表對面啊如果想要降你防禦啊 還是降你特攻啊 或是對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都是沒有用的 非常OP的一個特性 那這一隻呢 他是沒有夢特的喔 所以各位不用再問我說他的夢特是什麼了 他就只有這一個特性 再來我們種族值啊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寶可夢百科啊 種族值高達550啊 算是還蠻高的喔 尤其特攻方面的種族值啊是133 齁這個特攻啊 算是在剛屬裡面排前面的喔 沒意外的話呢 是目前這一代裡面剛屬性特攻最高的寶可夢 跟前幾代比的話呢 他這個特攻啊是超越錫多蘭恩的 錫多蘭恩他的特攻是 沒記錯是130 但是呢還是沒有能超越地亞盧卡的特攻啊 差一些 他這個地亞盧卡呢是150 那這隻的話他是133 150和133的差距啊 但是我覺得也已經非常的強了 雙方呢都有90 速度的話呢是84還算是可以 整體上呢是一隻非常適合打特攻的寶可夢 所以我們的特性呢想當然就是要使用內斂的特性啦 努力值的話呢 因為這一隻我們是要拿來打太晶團體戰的 所以呢我是全部都加在特攻還有HP上面 那再來這一隻他的屬性啊是幽靈加鋼屬性喔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屬性搭配 所以一般啊格鬥啊毒鼠啊這些屬性都是沒有辦法打中賽富豪的 再來啊這樣的屬性搭配他沒有一個屬性是可以打賽富豪有4倍傷害的 非常值得練啊 而且啊相信各位啊都很怕妖精屬性對吧 這一隻呢他就是一隻妖精克星 他的鋼屬招呢是可以2倍剋妖精的 所以如果遇到妖精寶可夢就可以考慮帶這一隻來出戰 再來呢配招方面我是這樣配 這個配法呢是拿來打太晶團體戰的 之後我也會特別出影片來分享PVP的對戰的配法要怎麼配 軌跡的話呢是可以讓賽富豪的特攻上升兩階 掏金潮的話我覺得蠻有趣的所以我就留著 自我在生的話就是要拿來鬼血 再來這個鐵提光線 這招是威力140的鋼屬特攻招啊 非常適合來玩一拳秒殺 所以呢我們等等就來看看一拳的隊伍要怎麼配吧 首先我們的主攻手呢是賽富豪 其他3隻的話輔助手我們可以選滅熱盾巨斷將 路卡利歐自爆磁怪長矛巨魔索羅亞克等等都可以 我會建議至少要有一隻路卡利歐啊 因為剛剛我們說的裡面只有路卡利歐 他是可以用招式學習機去學習幫助這個技能的 我們的幫助手呢至少也要有一隻 另一個需要的技能呢是甲枯或是金屬鷹 這兩個招式呢都是可以讓對方降兩階特防的 所以我們的流程呢給各位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賽富豪開場第一回合先進行軌跡升兩階的特攻 通常我會建議如果還能再多升一個回合的話 在第二回合再進行一次軌跡也會比較保險 其他人的話呢一樣喔第一回合兩個人金屬鷹或是甲枯 一個人呢放攻擊或是防禦升援 第二回合呢一個人回復或是攻擊升援 這邊呢看狀況如果你覺得隊友快要掛掉的話就進行回復 一個人呢再一次的金屬鷹或是甲枯 另一個人呢就對賽富豪進行幫助 最後賽富豪這回合就可以使出這個鐵蹄光線了 就算沒有把對方打死也會造成對方重創 如果呢兩回合不行的話呢就三回合 那這三回合的出招表我也放這邊給大家參考參考 好的那等等呢後面我會放一個冰屬的範例給大家看看喔 這隻賽富豪呢他真的非常強啊 非常推薦各位可以練一隻出來 之後的影片方向呢除了這種打太進化寶可夢的推薦 也慢慢會往這個打對戰的方向去製作影片 不想錯過的朋友呢記得訂閱開小鈴鐺喔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大家掰掰 首 kom Mythic 노�臨 Blech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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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